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耶 歡迎收看 料理甜甜圈 椰蛋特別企劃 我是香噴噴的主廚香師傅 我是聰明愛幫忙的小廚愛子 香師傅 你有收過椰蛋禮物嗎 當然有 而且我這是椰蛋老公公送我的禮物 真的嗎 可是我都沒有收過 你沒有收過 愛子 我們一起合作也那麼多年了 所以 什麼呢 你看 好可愛喔 可是 這是花椰菜耶 對啊 你不要小看花椰菜喔 花椰菜裡面有維生素C 可以預防感冒 那我們現在呢 就讓營養師愛告訴你 花椰菜裡面有什麼營養吧 花椰菜還有哪些功能呢 因為花椰菜 你吃起來有點像一些大蒜的味道 就是因為它裡面一個寒流化合物 這個寒流化合物 對我們身體有什麼功能呢 可以解毒 尤其幫我們肝臟做解毒的功能 那花椰菜呢 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成分 就是假蕾子 假蕾子吃多的時候呢 其實可以對我們血壓是有幫助 高甲低納的飲食 可以控制我們血壓 所以如果說這道花椰菜的話呢 其實包括全家大大小都可以 爸爸吃可以解乾毒 媽媽吃可以皮膚漂亮 小孩子吃維生素C 可以衡量更多 那牙齒更鞏固 那阿公阿嬤吃的話呢 可以預防高血壓 所以花椰菜是全家大小 都很適宜的蔬菜 今天我們就是要用花椰菜來做料理 真的嗎 那今天要來的是哪位主廚呢 今天要來的就是 非常有創意的可愛主廚 讓我們一起來歡迎泡泡糖老師 歡迎泡泡糖老師 大家好 泡泡糖老師 每次來都有驚喜耶 沒錯 那泡泡糖老師 你今天要用花椰菜 做出什麼料理呢 我今天要帶來一個 充滿中國味的椰蛋料理 中國味的椰蛋料理 我聽沒聽過耶 聽起來好特別 讓我來猜猜看 是粥嗎 很接近了 水餃 不是 很接近 到底是什麼好期待喔 那這道菜的名稱是什麼呢 我今天要用的就是 用飯來教你們做出 椰蛋花圈飯 椰蛋花圈飯 聽起來好特別喔 想知道怎麼做嗎 趕快來 大廚師 請上菜 泡泡糖老師 什麼是椰蛋花圈炒飯啊 椰蛋花圈是這個 這個就是椰蛋花圈喔 好可愛喔 所以這道料理是講這樣子喔 對啊 飯也可以做成這樣子喔 要準備什麼材料呢 好 那我們趕快來介紹今天的材料吧 我們今天的材料有 火腿片 洋蔥 玉米粒 雞蛋 然後當然最重要的就是白飯 然後我們還有準備 花椰菜 鮭魚 這個是乳酪絲 番茄醬 黑胡椒粒 鹽巴 還有奶油 哇 好豐盛喔 那要怎麼做 對 好 那就趕快開始吧 首先先來請小廚 也來幫忙撕成小碎片 小碎片 對 就把火腿片先撕成小碎片 擺在盤這裡就可以了 好的 那向師傅 就麻煩你來切洋蔥囉 好 那你們在切 洋荒根波火腿的同時 我來切這個 鮭魚片 我很喜歡吃鮭魚 鮭魚很適合小碎 鮭魚的人可以變聰明 你把它切成小丁 這樣比較好入口嗎 這樣炒的時候比較容易熟 好了 洋蔥切好 其實我也想流眼淚耶 我的眼睛也是 那都切好了 接下來呢 接下來來打蛋了 打蛋 那我們有請 我們的大蛋公主 大人自己歡迎自己 大神的 好 都是你自己嗎 對 翻攪拌 那等一下是要煎蛋嗎 我們要先來炒蛋 蛋我來炒好了 好 還有問題 我們今天的蛋大概炒五分熟 五分熟就可以了 半熟就可以了 沒問題 看 就是等它 有一點都凝固起來了 就可以差不多撈起來 因為等一下還要再炒一次 五分 然後就先撈起來 對 那接下來呢 好了 先炒洋蔥 先炒我們的洋蔥 對 先來炒洋蔥 那剛才我們用的是 沙拉油 沙拉油 那我們現在用的奶油 為什麼把洋蔥爆香 有分呢 真加香氣 哇 香氣都出來了耶 好 那接著我們就要來加剛才 小廚幫我們剝的 火腿 放我的進去 那接下來 鮭魚跟玉米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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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些 哇 顏色好漂亮喔 感覺非常營養耶 而且很紅 就聖誕節的那種 對 我們先放飯好了 好 先讓飯稍微炒軟這樣 好 而且現在炒飯啊 最好就是 你家裡如果有那種隔夜飯 或是 冷藏冷凍過的飯 炒出來會 比較就是很乾 很像外面賣的 粒粒分明 對 粒粒分明 是最好吃的 然後也不會浪費掉 前一天的白飯 好 哇 看起來好漂亮喔 那最後加了我們的蛋 剛才的蛋 而且剛才我們的蛋 因為是半熟 所以它已經有點黏在一起了 對 把它切切 好 炒散 好了 那稍微把料拌勻以後 我們要來加 調味了 可以加調味了 好 要加的是什麼呢 聖誕節 要來點紅紅的 很喜氣囉 那就是番茄醬 番茄醬 我也有錯 我很喜歡吃番茄醬 甜甜的 對啊 酸酸甜甜的 好 接下來再來加一點點那個 最後的 乳酪絲 乳酪絲 哇 好特別喔 我們的炒飯如果太散的話 比較不好定型 就加點乳酪絲 讓它稍微融化一下 也變不進了耶 好 那來吧 我們的那個黑胡椒 黑胡椒 加上一些黑胡椒 嗯 玩五 哇 牽絲耶 跟比薩一樣 好 關火了 好香喔 對啊 可是老師 我們不是要做花圈飯 你剛才有給我們看花圈 對啊 說好的花圈在哪 你不要太緊張 我們要先來燙花椰菜 好 灑一點點的鹽吧 它可以讓我們的花椰菜比較綠 嗯 顏色比較好看 好囉 那另外還要再汆燙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 小熱狗 熱狗 嗯 你們也可以先來猜猜看 這等一下要做什麼用 等一下用裝飾 對 汆燙的同時呢 我們就要先來做我們的 你們很期待的花圈了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秘密武器 是喔 這個就是做 一般做戚風蛋糕啊 中間有個洞的那一種 對 原來就可以拿來做模型 放裡面 盡量塞滿 哇 顏色真的好漂亮喔 嗯 那其餘的就是可以給香師傅看我吃囉 進口吃囉 沒有 把它壓 壓緊 壓緊 把它們比較 等一下倒出來 對 它不會散掉 它不會散開 嗯 接下來把它組合起來 對啊 先拿一個盤子蓋在上面 對 蓋在上面 專業 專業 嗯 再倒過來 對 把它包過來 成功嗎 希望可以成功 來囉 先開一下 等一下 下來了 哇 成功了 花圈耶 哇 你們太厲害 壓得真好 又好像甜甜圈耶 對啊 然後呢 然後 當然我們要來裝飾花圈 你們可以看看我們的花圈 上面有些什麼顏色 花圈上面有綠色 紅色 還有一點黃色 對啊 所以我們要來加一些綠色 不過我們不是把整顆花圈菜 加上去 我們是要把它上面的 我們今天運用的是上面這個 碎碎的 灑上一些綠色的小碎末 紅紅的這個 熱狗 熱狗 可以把它 就是也是一樣 不規則吃的 玉米也是 所以你們可以就是 隨意的擺放 然後呢 花圈上面要有很漂亮的 鍋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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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鍋帶怎麼做 好 我們先來擠一些 示範一下 然後等一下換你們來試試看 用番茄醬 哇 快很準 好了 OK 最以後呢 我們的花圈上面不能少的 就是我們的 這個 哇 好可愛喔 那這樣怎麼做啊 就是可以吃的喔 這個是用火腿做出來的 一片火腿這樣子 然後邊邊切一小條 當它中間的那個 鍋帶 然後你就把它壓成一個 蝴蝶結這樣子 折起來三折的形狀 然後把它 在中間 對 那 因為我們是要吃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 義大利麵 剝一根小小的下來 然後當成小鴨圈 從這邊吃 可以吃的蝴蝶結 好可愛喔 不要忘記 你們有吃聖誕蝶嗎 還有一個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那如果你家裡面 有些小裝飾 你可以就用剛才的番茄醬 在上面寫一個 Christmas 哇 好漂亮喔 中國風的椰蛋料理 看一下別人 這一道料理叫做 椰蛋花生炒飯 完成了 這道料理的話 它的特色就是說 它用很簡單的 用那個起司 把飯混在裡面 其實它有很香濃的香氣 當然起司裡面 也有很豐富的鈣質 所以你可以不知不覺 可以補充很多的鈣質 但花椰菜本身還有一個 維他命K 那維他命K 跟鈣質合在一起的話 可以幫助你骨骼的 骨骼的更加的堅固性 所以這道菜 其實滿適合全家大小 一起吃 尤其在聖誕節的時候 一起吃的話 當然親切也可以增進 當然全家大小 都可以補充到 你骨頭的營養 美味開動 趕快來吃看看吧 哇 這樣噴噴 再吃一口 吃起來很清爽耶 可是啊 卻充滿創意 花椰菜脆脆的 好好吃喔 花椰菜營養都吃進去了吧 而且啊 這個料理又很簡單 可以把家裡很一般的蛋炒飯 變成非常有聖誕節的氣氛喔 好 那我們今天的聖誕花圈 成功 成功 而且啊 我覺得這一道料理啊 雖然是炒飯 可是用創意 就變得那麼漂亮 對啊 那麼可愛 看到的時候都會覺得很驚奇 對不對 很開心 但最後呢 我們也要祝大家 憋蛋快樂 一起要動手試試看喔 所以要記得準時收看我們的 料理甜甜圈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看起來真的很漂亮 對啊